好同学,这个话是历节考题来的 那这个历节考题的话是 这边的话我没有写第几个年份 因为答案那边有写第几个年份 题目是 99年第七题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好,你可以看到有的东西 我们在高上没有上市 因为高二已经上了 所以你可以看这边全部给你这些东西 好同学,你看这个 它这样标志给你是什么呢? 第一个它就告诉你 这个电阻的电阻是125Ω 然后这个是它的power rating 也就是说 这个电阻正常操作的时候 它的power真的是等于25W 那这个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电阻100Ω 然后这个是它的power rating 是16W 然后这个话是另外一个电阻200Ω 它的power rating是100W 那你可以看到它说是怎么样 它就能关注 它就能关注 to a power supply and giving out the light at the same time 所以说同一个时间 它要让它能够发光 好,现在它问你是 What is the highest terminal voltage allowed when the three resistors are connected in series 它要你找出来哦 最大的两端的 这三个干电阻的两端的 关电压等于多少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potential difference等于多少 你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会这样写 这个答案在这里 因为这样同一个月就不要减少 它要3 resistors connected in series 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电阻的话 我叫R1 这个电阻的话我叫R2 这个电阻叫R3 因为我一定要命名 没有命名的话 我怎么去答那个答案 OK 好,现在的话呢 是因为它给我们的话呢 是第一个功力 第二个电阻 所以我可以找到 它们的电压到底是多少 OK 这个我用B等于V平方推R 那意思说呢 是我去找 当我的功力是属于20瓦特的时候 到底它电压多少 我就全部去找出来 那这个是B等于V平方推R嘛 当然是你要找V嘛 是根号BR 所以我每一个我都带进去了 那这里说V1,V2,V3 你多少呢 我用这个图来表示 让你们知道 这个的resistor叫做R1 这个resistor叫R2 这个resistor叫R3 那我的这个V1什么意思呢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R1 这个4V2是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R2 这个是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R3 我把它们的电功力跟电阻 全部带进去了 我就可以找它的电压 注意哦 它的电压 那么这个的电压的话 是什么电压呢 因为它给你的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全部都是它的power rating 同学 所以你算到的电压 它们每一端的电压 都是voltage rate来的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话是很重要的 OK 那我再说明一次 任何的用电器 通常都会给你 第一个是power rating 第一个是power 后面这个 rating我就不写了 另外一个是voltage 电压 每一个电器你买的时候 它都会给这两项 但是呢 这个题目很特别 它给你是它的电阻值 但是这个电阻值的话呢 它们操作的时候 它是属于怎么样呢 那么这里是25瓦特 这里是16瓦特 这里是18瓦特 那么它因为要串联起来 那串联起来的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我个别算出来这里 串联起来 所以如果这三个 它要normal operating 就是正常操作的情况下 所以呢 变成是这边 两端的电压变成是 因为它们全部是series 所以它的电压变成是加起来 加起来 就是这个 OK 清楚吗 它是加起来的 OK啊 加起来的 好 那么的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 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不是我不要操作 它不能动 就先擦擦擦擦 才可以动 OK 好 这个话呢 是刚才讲这里了 那么的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我就算出来 所以因为它的题目 我问你呢 最大的可能性 它的电压是多少 同学答案是127.5 那这个是我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总共 变成是这两端电压 我给它127.5 然后这个得到电压多少 55.9 这个电压多少 是10 这个电压多少 就是60 这样的情况的话 每一个各自的东西的话呢 它们都是属于 最大的可能性 就这样子 OK 好 我们看回这个题目 所以它给你的 the highest terminal voltage allowed OK 这个是可能性的 最大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不一样的 你看 what's the largest current allowed when the three resistors are connected in parallel in parallel 情况的话呢 我的接法 变成是这样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同学 代表是 这个地方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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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等于这里电压 一定要等于这里电压 那么刚才我们算了 这个55.9V 这个40V 代表同学 这个可以55.9V 可以比它小 但是不能比它大 那这个话 60V呢 它要的 我给它40V 我给它30V 但是我不能给它80V 东西会烧掉 好 所以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上面算出来得到的结果的话 你会发现的话呢 我只可以借40V 是安全的 我把这边借40V 是安全的 这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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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借话55.9V 55.9V 那是第一个这里 那这个话 要不是55.9V OK 这个也是 它不要的是55.9V 那你可以看到是 我们的 第一个的情况 它normal operating的时候 它的电压是55.9V 你给它 等于跟它一样可以 比啥小可以 但是比它大不能 这个 那这个的话呢 40V 它要的 它的工作电压 40V 罢了 如果你给它55.9V 它可以吗 它不能 你给它60V 可以吗 不能 为什么 它会烧掉 对同学 所以变成parallel 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是你可以安装这里的话 最大最大的电压的可能性 只有40V 40V 然后话呢 当我这样借parallel的时候 整个 circuit里面的 total resistance 变这样 这个是parallel的公式 你就一看我写的 这里有B 然后这里有一个导数 parallel的公式 那么我们的R1 R2 R3的话呢 已经写在这里了 R1 R2 R3 因为同一个题目嘛 所以他们的电阻有了 我就把它带进去 然后你就算出来 OK 那这个是parallel的嘛 所以这个的话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总电压 这里 也就是这里的端电压 也是这里的端电压 也是这里端电压 当他们connected in parallel的时候 这三个resistor connected in parallel的时候 同学 他们的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R1 across R2 across R3 都相等 都等于多少 都等于40 那么这个 它的总电阻 是43.5Ω 所以你把它带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 它的电流是 0.92Ω 这里的电流 所以这个话就是告诉你 刚才我讲的 40V的话呢 是你安装 8加没事 你装60的话呢 有两个有事 OK 你装60两个有事 但是你装40V 没事 听懂吗 这句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 题目的话 变化很多的 所以同学 你要明白 它的题目的意思 明白为什么 假设我们把它 考虑成是bar 假设啦 比如说像这里 因为这边有数据 我要看这个数据 来讨论 假设我给你一个bar 我的bar 它的工作电压 正常 我只要40V 你给我60V 会怎么样 太大啊 东西会烧掉 对吗 然后这个一样的情况 55.9V 你给我60V 会怎么样 我灯泡也会烧掉啊 我不能大 我可以小 我可以相等 但是不能大 这个就是这个 题目的意思 所以话呢 这个题目很好 有没有问题这个部分 老师你第一题答案 我算错是吗 哪个 你拉上去 然后你那个DOTOR V1加V2加V3 这里啊 V1加V2加V3 不是155.9V吗 你算看 计算其项 对对对 这样对了 因为40加60 或者是等于100 对我这边写错了 OK 有没有问题 清楚吗 这个题目清楚啊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题目 另外一个题目 另外一个题目 是打 题目是在这里 我的题目呢 跑到这里来 OK 没关系 好 我们题目这里 这个是第几年份 你们可以记录下来的年份 我的这个题目的年份是 2008年 它的题目 电学几乎每一年都有 这个题目是2008年 同学 就是我全部是长达的 好 你看它有三个 circuit OK 三个 circuit 注意看它的题目啊 好 第一个 2 identical battery 什么叫iden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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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你不要说人家讲故事什么 你都不管啊 不能啦 identical battery 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说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EMF 我讲了 考试的时候 elicomotive force 符号是这个 不是1来的 所以那个包团 我一直改改改 还没有改完 有的已经改了 这个EMF的话 是12V 意思说 这个EMF12V 这个EMF也是12V OK 然后internal resistance 是两个ohm 所以这边有internal resistance 这边也是有internal resistance 总之是这里的话 是有两个干电池 那么所以的话呢 这里它就给你 它说呢 是我们的这个图形 全部都是identical的 这个跟这个都是identical的 EMF 那么我们的接法 一 barrel 二 series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还要你find the current in each arrangement 所以这里有几个答案 几个 回答 两个答案 对不对 一个是这里 一个这里 同学你看 四分呢 所以话呢 你们在解题目 解这种题目的时候 一样 你要画出来 这个电路图 你不要说 这个题目已经有 我不需要画 不行啊 要不然你怎么写东西 所以你要画 所以话呢 是老师有画在这里的 OK 我放的顺序 得放的时候很快 OK 在这里 这里 好 这个的话呢 是in parallel 就是incision 你可以看到我画 OK 那我就写了 这个是他给的东西 他给的东西 所以话 同学你看 这个是parallel 还记得我讲的吗 parallel 我还给你们一个 example 拿1.5的 所以同学 你看这边 我写parallel的 他会等你一个的 因为刚好这里是22 同学 如果不想等啊 假设这个是12 这个是50啊 你必须要用 kit-of-law啊 听懂吗 去讨论 那这个话是想等的 所以话呢 这个话是12V来的 然后呢 这两个 你看 你不要说忘记 你觉得这个爽了 很高兴了 就带了完蛋了 你要看R 这里有存在R 这里R 这里的R跟这里R 是内电组来的 所以他们是parallel 这是parallel公式 我写有导数啊 注意看那个负1啊 所以我就写 这个是公式嘛 我一定要写公式给你们看 你不要马上写东西 这个加那个 你都自己都看不到 所以这是公式来的 那么这个跟这个都是R 所以我的R变成是2 这里也是2 所以2分析加2分析 导数再点1 所以这整个skid里面 它的总电组 变成是内电组 是1ohm来的 外电组是它 所以你就用这个formular OK 我讲的 我们常常大部分 都会记这个formular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属于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这样用就好了 Kidsoft的一个情形下 OK 把它看成整个样子 那这个话呢 是我们的F22 所以这个话 是我们的外电组 找电流 那如果是你去看 那个后面课本 还会给答案这样 不要直接跳 从这里 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公式是怎么来的 等下题目一遍的话 你们就会了 所以现在的话 我的外电组 我们在用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们的大R是 External Resistance 这个 这个是Internal Resistance 你们要清楚 那个符号我讲的 我们在学物理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很多方程式 每个方程式 它的符号 什么意思 你们要懂 因为这个刚好是一个电组 那如果很多个话 还要再加起来 那这边呢 小O 是什么 啊 什么 什么 哈喽 好 这里的话 我就可以算到I 把单去 电流 所以同学 这个呢 是整个SKIT里面的 总电流 因为它要你找的是这边的 总来的 所以同学 你看 总的EMF 总的电阻 拿到总的电流 OK 我们再看这里 这个的话呢 这两个是InSeries InSeries 那InSeries的话 你看我这边写给你 就是这个加这个 这是我们的Formula 所以这个跟这个都是一样 12加12 所以24 那InSeries的话呢 这里面还是有内电阻 所以的话 这里我就写R好了 或者你要写RS也可以 它是R1加上R2 所以2加2 因为每个电阻都是2嘛 所以4 所以的话 你就可以看电流了 好 同学 我们学完这个题目 同样的是 两个干电池 一个是 Parallel Connection 一个是 Series 如果是你 同样的 你给负债 你喜欢哪一种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第二个 还有吗 其他同学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老师 你再讲多一次 那个问题 我刚刚没听到 如果今天 我们一样 Electric Device 都是一样 这个题目都是一样 我给你两个打电池 你觉得 你 prefer connection in parallel or in series 为什么 A小吗 省电 很好 省电 真的 同学 如果你们去算 Power Loss 你可以看到 这个Power Loss很小 你记得吗 我给你 那个Power Loss的公式 B的你 I平方 乘上 小R 对吗 那你可以看到 I小 这个R小 哇 这个换得不得了 你看 这么大 这个又大 Power Loss很大 你用这种的接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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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耗电 它电流很大 没有错 但是的话 你给它的Power Loss 很大 你去算 你看 我们同样的东西 你看我们 Connection 不一样 你就可以去算出来 OK啊 那我们来看 他会讲的 这个东西 B 你去算Power Loss 你就可以知道 哪一个有利 哪一个没有利的 你看 I平方 乘上 这个小R 你看这个 0.571的平方 乘上1 而这个换得是什么 1的平方 乘上4 你看哪个大哪个小 这个小的东西 所以换得是 你要让它的Efficiency 你这样借 这样借好 这样借不好 懂吗 OK啊 听清楚啊 所以换你们要懂 因为我讲的时候 很多东西换得是概念的问题 不是我们没有教 是有教 所以同学从来都没有去想 那考试出来 慢慢想 哪里够时间 不够时间的 OK 好 这个上面这些题 就算完了 我们再看 它的第二个部分 好 第二个部分 这个呢 Parallel讲完了 Series讲完了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 这里的话就给你 Figure 10C 当然你要看这个 OK 看这个 然后它就告诉你 什么的话呢 是Resistant 它给你R1 R2 R3 你看同学 它有命名 为什么命名呢 你全部没有命名 RR R R 哇 这样头都晕了 所以它都有命名 E2 3 那么你们要学 用容易的符号 你不要给我写很复杂符号 那你看用E2 3来写 然后 Ideal Battery 什么叫Ideal Battery 然后它的 Electromotivor Islam E Islam 全部给你 然后叫你算出来 I1 I2 I3 If the Swiss S Is Open 好工学 Open 是这样 叫做Open 这样叫做Open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要你去算I1 I2 I3 Swiss is Close Close的话呢 真的是把这个按下去 叫做Close 你们不要跟那个英文字字远 Open 打开 Close 关 那你不要这样 这个的Open 真的是这样子 没有电流 这个叫做Open Circuit 这个地方 所以的话呢 是当你把Swiss Close 的时候 我们一个个来讨论 好这个 我们来一个个讨论 好这边我写的 这边 我必须要画一个部分的电流 这边就不用讨论 我画这样子 让我的loop只有一个 然后 你可以画的深色的话呢 我讲的这个loop 你们最好用铅笔画 考试的时候 不要用原子笔画 铅笔 老师用原子笔 是因为要给它 比较深的 铅笔很浅 那scan看不清楚 你甚至呢 可以写这样 这个loop OK 我再重复很多次啊 我们的loop的方向 只有两个方向 哪两个 哪两个可能性的方向 我有讲过呢 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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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顺时 跟逆时 OK 只有顺时 跟逆时 那么应该怎么取顺时 是逆时 看题目 像这里哦 我这样看啊 我选择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第一个 哇 这个IE跟我的电流方向是一样 只有这个不一样 没有关系 我看这里 这里的话我用的是 Gitzov's First Law了 我就拿这个 阳神 所以把手放在这里 前面的同学不会的话再看 我再重复 手放在这里 谁流进去这个point 一跟二对吗 所以 i in out 是他 那现在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断路的 所以 i3等于零 你不要说 哎 老师我不会写 少一个东西 要写咯 用眼里咯 这里等于零 所以你从这个式子 i1加i2等于零哦 当然 i1是等于是负i2咯 负i2咯 负i2 OK 那么 我们看这个loop loop number one OK 我是这样走的 同学看哦 负到正 正是二 OK 这个我们看是emf的电池总的 然后走到这边 走到这边的时候 正到负 所以是负6 所以通常 结果这种考题的时候 我一定把这个东西 全部放在这里 因为我不用再看题目 等下我拿错 这个Islom 1 Islom 2 很辛苦 我们画好这个图形 把它给的东西 全部在这里 等下你写公司的时候 你看这个图形就好了 请你不要乱乱标 你乱乱标就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题目的话 没有内电阻 因为他讲的 这个 你看他讲东西 他都有讲的很清楚 Idea的Vat3 等于是一个 很理想的干电师 理想的干电师 他没有内电阻 所以内电阻等于零 同学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内电阻是没有的 OK 我刚才看了 这边是干电师的 全部看完了 EMF 走完了 OK 那我们不要跳了 而且我从这边这样看 我们这样看 所以这里是Ie 这里是4 所以4个Ie 那为什么是正呢 因为我的方向 是我选择 跟电流方向 是一致的 所以是正 然后走到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电流跟我的方向 我认为方向相反 所以同学是负 OK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 这个我这样一走 对他来讲是Voltage Drop 所以同学就是Voltage Drop 那在这里 我这样一走的话 跟他方向相反 我得到一个负 是因为他是Potentialize 这个方向是Potential Drop 但是这个方向是Potentialize OK 方向相反 所以的话 就会有正负的一个情况 OK 好 那么的话 你们去整理 整理的话 你可以看到 可以简化就简化 然后同学你不简化的话 你把那个数字越算越大 所以要聪明一点 简化 所以老师先简化 看到可以 简化比较小的数字 就简化了 那简化以后的话呢 我可以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象 那么我就把我的这个 I1等于是Fu I2带进去 带到我的这个equation里面 OK 那么我的I1等于是Fu I2 那个Fu要带进去的 不要说忘记哦 OK 那这里的话 你可以拿Fu 三个I2 所以同学 你的I2马上可以找出来 你I2因为 这个跟这个的关系 已经有了嘛 你给我一个equation就够了 所以就找出来 I2等于是Fu 一个安培 I2找到了以后 你再带回我的第一次 第一次等于这个 所以Fu付得证 一个安培 听懂吗 那我们得到这个的话 你不要说 老师哪里有电流 有Fu的 没有关系 因为是当你这样 那个我们是属于 我们的那个SWIS那边 是Open的时候 同学 那电流是这样走的 而你把考虑这个方向 是错误的 正确是这个方向 那中文那边 我不是有跟你讲吗 他都有考 那同考就专门考一些东西 同学会慌 所以意思说呢 你可以看到 12V跟6V 谁哇西 谁钱力比较大 同学 谁的钱力比较大 12V 对了 所以整理来讲 他一定是这样推过来的 所以他对了 I2应该是这个方向 还是正确 而不是这个 但这个东西 是属于Open的时候 12V跟6V 你看我同样 同一个Loop里面 12V跟6V 这个人权力很大 所以他有权力的 所以他的电流 强迫他一定这样流 那意思说呢 这边跟这边来讲 比较 这个是属于Hive Potential 所以他可以让电流 是这个方向流下去的 可以让电流是这个方向流下去的 所以你不用紧张 你算到负值也没有关系 不用重新再算过了 一样的 那只是告诉你话 你意计这个方向 正确是这个方向流这样子 明白吗 清楚吗 同学清楚吗 所以话呢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题目 它的模式 它的变化 你就要懂了 就这样一个情形 这个题目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你算到负值没有关系 照样放 所以话呢 这个话 这是我们的答案 过后的话呢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算是什么 我们题目是 当它的叙事 关的时候 关的时候 那关的时候 变成是属于怎么样呢 你要重新再画过 刚才不一样 你看这个是我画的 那么你画的时候 我用是 一是这里 二是外面的 外围的 你喜欢用里面的 可以 后面课本 它用里面的 所以后面课本话呢 那个同考的课本话呢 它写的这里 不是像我这里 它把整个搬过去 不要 你们这样学容易 把EMF放在一边 一边 Voltage Drop Because of the Resistor 放在一边 你不要整个搬过去 因为正符号 同学容易弄透 所以那个后面答案 你们不要学 你们要学这种方法 就是我写的那种方法 好 第一个的话呢 刚才我讲的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了 所以你们要画出来 标出来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好 第一个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我一定会apply 是我的First Law 那First Law 我一定是Junson 所以我拿这个Junson 因为这边 这边 这边就留这边 不要去看这边 你再花时间去画 所以这里 你把它看这里 所以这是I1 这是I2 所以是In 对吗 三是Out 所以你的Equation 可以写了 同学 每个同学 你们一定要会学 学什么 方程式 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Soft Equation 你们一定要会写的 那至于说 为什么这个电流 这个方向 这个电流 这个方向 同学 就是正端 就是负端 那正端 跟负端 谁高压 当然是正端 高压 所以的话 电流是从正极 流出去的 正极流出去的 有时候题目 没有给你这个 没有给你I1 给你自己画的 等会有一些的题目 你就会懂了 所以的话 你们要自己 画出来的 OK 那First Law讲了 可以看Loop It 那Loop It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是这样看的吗 我讲的 哪个方向 你要选择顺 还是逆 看题目啦 你看我这样选择 那这个跟我是顺 同一个 这个也是顺的 OK 只有这个完了 没有关系 你看 从这里 过去这里 我们先看干电池 这个是正还是负 正还是负 正 然后呢 这个呢 负 各位了 我们这样看 我讲的干电池 你们全部一起 看到了它的EMF 所以负到正 正 正到负 负 所以同学 这里是2 这里负6 就是这样来看的 OK 好 过后 我们再看电流 那么我们选择的Loop 是这个方向 跟我电流 是刚好是一样 它的Voltage Drop 是正的 4乘上I1 那这麽是4乘上I1 因为我们算到Voltage 全部我们用的Formula 是I乘上R 那这个话叫做I1 这个电池叫4 当然是I1 OK 然后呢 再走在这里 那这个话是反方向 跟它反方向 所以变成是负的 负怎么 I2乘上2 所以我就写成 负2I2 那你就这样剪得到这个 也是一样 你看到 这个可以简化 就简化 然后我除以2吗 除以2 左边右边都要除 不要说一个除 一个忘记除啊 所以你要很清楚 你算东西 这个呢 不要太靠近 远一点 我是这个做给你们看 所以这里的话 除过后得到这个 这个叫第20 OK 那第二个部分 如果我看路2 路2的话我看一大个大圈 这样看绕过去走这条路 同学我绕过去走这条路 有几个干电池 一个 一个罢了 所以我这样子绕 意思是说重复到正 正还是负 正还是负 正 正了 正 正了同学 你看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是正的 你看 正 OK 好 过后再看 老师 什么事 老师你应该要 stop report 好像是 哇 这怎么快了 他自己stop了 后面那边没有办法了 他自己stop了 所以他的时间一到 真的是 stop 你也会看 我 我 我 你